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要把人接回来 他血盆大口张大了等着你呢 我既然嫁给了魏鹏飞 就是魏家的人 我不把家人接回来 这家还叫家吗 我得让魏家客店重新开张 让家里人回到家来 哇呀 你以为搭起个窝来就是个家吗 啥叫个家 男人女人娃 只要鹏飞不回来 你家里就是再有啥了 其实也啥都没有的 你一辈子一个人扛着 连娃都没有一个的寡妇 咱还善赶着吃这个亏吗 爹 你这是撒话 鹏飞又没死我咋是寡妇了 我把家里头支扮得好好的 桌子上酒摆着 炕里头火烧着 他要啥有啥 他还把他浪啥 等他大事干罢了 他早晚得回家来嘛 他回不来了 活着吧 死了我不说 我跟你挑破了说吧 乱世不治家 这是圣人说的 他为鹏飞心里就没有家 更没有你这个妻子 他还回来干啥 你就全当他死了吧 爹 只要我的心不死 他狼肯定 就得乖乖地活着 我一想起他用那大花轿 领取那吴涵阳 这牙根就恨得痒痒的 我就是追到下辈子 我也把他给拎回来 踹成他凉脚 看他往哪儿跑 行了不说 你快回去睡觉吧 黑云 这一辈子你听爹一句成不成 你总不能一句都不听吧 爹 你一辈子说给我的没听 你咋还说呢 你快回去睡觉吧 明天我还敢动呢 我上辈子不知做啥年了 老天让你来气我 明天我与你意大利去医里 你缓着吧 爹 爹 爹 这句话我听了 这辈子也算听过了 撤得听得听 你们俩可有事干了 一个爷女子 一个雷婆子 再不把天都干翻了 我借酒去 咋又喝了 不许喝 不许喝 你还真让我借酒啊 快喝 除非你娘再活过来 爹 我娘不在了 你可以再搭她一个吗 我婆婆咋样 英雄难过美人关 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啊 就把她娶得 啥 她是肥水 滔滔浪浪的祸水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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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吴清官 上口肉吃吧 我说你要饭嘛 还想要肉吃 还跟我要 胆子越来越大 找找找 别人要去 咋 我们全家流放到伊丽 黑河府把我们押到了这儿 交给了你们 那新疆界由你们押送 你们咋就不管了呢 我不跟你押我跟谁要呢 这么大两个天 伊丽又那么远 谁傻了送你们 还有还有你们那个 黑河那个批文 在我们新疆就没人搭理 既然到了哈密 就就就算流放了 长官 老军运那些白鹅大兵 实在是太脏了 我们和他们在一起 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那两个娃都病了 我最近这胸口又是肿疼 你们衙门能不能给出点钱 让我们住到店里去 想住店 对不起 有有有 在哈密有个回王府知道吧 干净 宽敞 还有人伺候着 要不然搬那儿住去 你当你谁一个 咱们 想到你 我也是个大户人家 我吃香的喝辣的 也是有人伺候着呢 你要是不能管 我带上我那两个娃 我就回黑河去 我看你能把我给吃了 你把我给吃了 你这好罪犯我还投一回见着 伯阳师 你可给我听好了 你只要乖乖地在这哈密城里 给我要饭 我不管你是吃香的还是喝辣的 怎么折腾怎么耍随你 要是离开哈密城办 你就是负罪前逃 懂吗 到时候我吃不了你了 我敢逼你 我敢逼你 陆警官 这帮白娥大兵 那老军人里头都藏着枪呢 你咋不管你 那算了 如今大人都管不了 我管得了 喂 爸 你管咋你 管咋你 有人在巴里坤附近 发现了丝鹿巨匪七十九刀 我就专门管抓他 七十九刀 他咋跑这儿来呢 问谁呢 鬼吗 爹 前面有一家留家客店 店主我认识 今天晚上咱们去煮餐哪 小兄弟 别怕 我没有恶意 你腰上的这把弯道 你能让我看看吗 我们急着打电 抱歉 女孩 等等等等 你想干啥 大叔 你不想看看我的枪吗 走 老大 这些白鹅大兵都从哪儿搭过来 他们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从苏联逃到了宋江 大多是阿联库的起兵盆 可以啊 你们读书人咋啥都知道呢 这也是当初杜兄和我说的 杜兄 对 杜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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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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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你在这儿明明和晤的 你看啥呢 走 走 走 姑娘 不太太严了 你爹爹病得那个厉害 你赶紧去卖衣 挣点钱给你爹抓药去呢 我小号听得了 没人听了 再说我也病着呢 平常我就得卖衣 爹 爹娘也病着呢 我这不也吼着讨吃娘 让你去卖衣 挣点钱怎么了 快去卖衣去 娘 你知道我看两眼吗 胡玄武 白剧部赞美国 盛世歌舞 这是怪事 那个白剧你还没得 还不吃饭你啊 快去 白衣去 快 娘 走去 等会儿 快 快去啊 快点 那边有人来了 帮你 我先走了 我围好 你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吗 认识一下在下正是梁山伯 你要干啥 别误会 别误会 我是想用这把枪换你的弯刀 你先看看吧 这枪跟鹏飞了一样 小姐 请允许我正式介绍一下 阿林科夫骑兵团少尉军官 小姐 你呢 我 我叫贺飞云 革命党人魏蓬菲的老婆 你嫁人了 咋 对不起 我应该称你为夫人 夫人 夫人 我又不是你老婆 叫小姐 遵命 黑云小姐 白天嘛 就是个醉鬼 这晚上倒斯文起来了 像个人了 我只是 我只是思念我俄罗斯的家乡 喝多了 上家之人 请原谅 那个 叫 叫啥 就叫 克里夫斯基 克里夫斯基 斯基 算了 叫 叫你老烈 老烈行吗 老烈 非常好 就叫我老烈吧 黑云小姐 你的 武功高强的父亲 他不在客房吗 他在店主那儿喝酒呢 那就好 我们可以 进你的客房 看你的刀吗 可以啊 但是 我也是个武艺高强的 好 走 查看 我要去见卢警官了 你们都早点歇着吧 老大 让雅巴跟你去吧 不 你这个兄弟 千万别跟着我 让人认出来 连我也报复了 老大 雅巴 跟着他 去呀 快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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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去 你 去 你 来 去 去 去 你 去 去 去 给你的 对 我父亲担任过 俄罗斯驻华武官 我小时候 一直跟着他 你从小就生长在中国 怪不得你汉话说得那么好 那你这枪 不留给你的娃 你干嘛非换我的刀啊 黑云小姐 你们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党项人建立的王朝 叫做西夏 你听说过吗 站住 叫你别跟着我 听见没有 再敢跟着我 对你不客气 滚 靠王所赐 你懂吗 那就是说 这个刀是西夏的刀了 对 我的父亲研究过西夏文化 所以我也知道一点 这把刀 如果我以后有了孩子 我一定传给他 这个刀 是我爹从盗墓贼手里 买下来的 才花了三块打烊 小姐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来 我教你怎么用枪 用不着 这个我早就用过了 你不信 我真用过 你看 别 顶着火呢 快把枪收起来 你刚刚听起来好像放枪了 这是咋了呀 有人开枪了 好像是吧 不会是童贵来了吧 那你说呀 哎呀 李杨啊 我听说七十九刀就带哈密 可别是他来的 那可是鬼呀 别说了 别说了 都回吧 回吧 老大 老大 咋了 你打的枪吗 不是 不知道是仨人一个 估计是枪斗火了 查干 我们刚到哈密 这儿的人早就知道了 奇怪 也许是他们乱猜的 兄弟 你们回吧 查干 放心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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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烈 我咋听有人在说七十九刀呢 咋回事 他们说七十九刀就在哈密 哈密 纯确是胡说 你别理他 黑名小姐 我得回去了 认识你我非常高兴 后会有期 告辞 不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哥 咱们还真的攻打韩密城吗 飞蛾扑火呀 徐章声势嘛 懂不懂 为什么 妹子 这个再次复活的七十九刀 咱们谁见了 他就是站在你面前 你知道他是谁 咱怎么抓他 在官府的眼里咱是匪 咱不可能进城去搜他 那当然了 所以 这个七十九刀 咱就让官府搜他 二哥 你才本事大呀 咱把他潜入哈密的风上 已经放下去了 那再冒充他七十九刀 在城门外边这么一搅和 加他躲在城里头慌不慌 肯定慌嘛 对了 城外头这么一搅和 城里头必定戒严 官府怕的就是里面外合 肯定全城搜捕间隙 到时候我看你七十九刀 还往哪儿躲 你再不自己跳出来 我都碰上去 二哥 你才是个高人哪 这都是旭先生的技术 旭先生 高 他人呢 进城了 只要七十九刀露出一点马脚 以先生的发言 肯定能对着他 二哥 他为啥要杀七十九刀 他跟你说过没有 你说过 他怎么说的 天道 天道 两位各官 这边请 牛肉来了 小二来壶酒 好嘞 多哥 这个霍家寨的霍老秀才 刚刚组建了一支民团 就是看家护院那种 他偷我给他搞一批快枪 你看这事 哥能理解吧 理解 理解 乱糟糟个世道 有了钱谁不得砍尽些 兄弟 从哪里搞枪 你都想好了吧 白鹅大兵 咋样 能成 兄弟先敬你 来 陆哥 我要二十条枪 子弹 越多越好 有这么多呀 不是我要 人家霍老秀才要 陆哥 你放心吧 事成之后 兄弟王 不会亏待你的 能成 那我明天跟你回花 好 我就不陪你多喝了 哥哥我还有景物在身 先做一步了 陆哥 啥是这么着急啊 不急不行啊 其实就要到复活了 听说就在哈密 这朗肯的七十九刀 又复活了 鬼吗 行了 你慢慢喝着 我先走一步了 来 来 徐大夫 你怎么会在这儿 鸿飞 你果然还活着 二哥 咱现在就打成吗 不 再等等 等兵营的西东号 吹过后 再行动 来 来 黄菲 你的事情 海洋都告诉我了 他可一直坚信着你还活着 要是我的革命党同志 再晚来一步 我早就黑河里喂鱼了 徐大夫 镇军府的杜府官 他被押到省城后的情况 你知道吗 据说在省府的大牢里 被秘密处决了 兄弟 别难过 革命党必得天下 这一点 我深信不疑你 徐大夫 你这一趟来哈密 啥事儿 去东山牧场 给王爷挑几匹好马 你呢 我是路过海里 去伊犁 去伊犁 看你母亲 对 我就快要去南方了 后来连回来还不知道呢 走以前 见见见我娘 是我为王妃不孝 兄弟 金钟包裹吧 来 我祝你在南边 踏展红兔 金钟包裹 好 谢了 呆 来 城上的听着 乖乖乖把城门给我打开 免你不死 否则 我内外一家共 破城之日 你全不了 正是七十九刀 快 快去找外府报告 是 七十九刀要图成 弟兄 给我打 七十九刀打成了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 풀 Start 鑫子 就 二哥 你开誓试大放 不够 不够不够 再打点 对了 把后面这个破 张签名给我点落 二位客官 事情就到这个鬼 在打成呢 你们赶紧走吧 我们要关门了 赶半 cama 老板娘 去 给灯添油 咋 你们还不回 我住在城外 现在回不去 兄弟 你回 我也回不去了 老板娘 快去添油 不瞒你说 我身上带着枪 现在出去正赶上戒严 麻烦 那还真难得 来 来 你说 谁胆子会这么大 攻打哈密 真是七十九刀 这七十九刀 还真是个鬼啊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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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grâce 公子 公子 viver 小伯爺 老板 twelve 公咱 大姐 这间两头都有兵把着 咱出不去了 咋办 咱得把老大接回来呀 不行 这样太容易暴露 老大就算没出事了 你这样也能捅出事了 你们先回去把香藏好 大姐 这是哪个飞嘎的 咋打的还是咱们的旗号呢 他啥目的吗 这个家伙真够恶毒的 他这一打全城戒业 而且肯定还得全城搜 哄他 咱们被困在这儿 啥 这样 咱们回 把枪先藏起来 洪飞 你说这七十九刀 到底是仨人 你说呢 你信吗 你信吗 我信 朗肯的七十九刀 朗肯的土匪头子 他还真就是个鬼 他既不能孝敬爹娘 又不能报效国家 如果说他是个人物 我都替他扫的话 是 ø 头匪头子 孤魂野鬼 来 来 喂这个鬼干一杯 喂鬼干一杯 你说得罪话 干啊 来 老兄啊 你说打成这个鬼 是真鬼还是假鬼啊 这是啥意思 我敢断定 打成这个七十九刀 是假冒的 假冒的 再讲 再次复活的七十九刀 他的庐山面目 你见过没有 我 没有 假如他就坐在你的面前 你能认出他吗 鹏飞啊 你这画里好像有画啊 对 我为鹏飞就是七十九刀 你信吗 七十九刀 你 不错 兄弟啊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你看看 我就知道你不信 那我就千真万确地告诉你 我 丝鲁俱匪 七十九刀 真的 千真万确 我跟你说啊 我用的伯朗宁 你还记得吗 是的 那是我当初打劫 林泽驻军走私的马队 从一个军官手里得到的 那一次我用的名号 就是七十九刀 现在明白了吧 把这个七十九刀 也是假冒的 兄弟啊 你把我吓了一跳 七十九刀牌子响亮 假冒他的人自然也就不 所以我断定 现在打成的这个七十九刀 假的 这也很难说 你是个衣裳不躲兵士 你听听 仔细听听 走 就是打冷枪 不是真工程 虚张声势 有道理 来 接着说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次所谓的打成 是他们故意设置的谜局 至于谁设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析分析 你说谁设的 一定是七十九刀的死对头 打成 放火 制造恐慌 以致全程戒严 乃至全程搜捕 这个假鬼全都做到了 目的只有一个 走 让真正的七十九刀 无处躲藏自己跳出来 假如他真的在哈密的话 敲山震虎 狗 彭妃啊 这番话要不是出自你的嘴啊 我还真以为是七十九刀说的 老兄 我告诉你 我真就是七十九刀 七十九刀要是有你这么精明 你看 假如啊 假如真的是你 你说这套你怎么个结法 不结 就算是套在我脖子上 一动不动 我动 只要不动 我真真的就是七十九刀 你能识破吗 你能识破吗 别想了 喝吧 来吧 谁送他回来的 没看见 哑巴跟我比划一通 好像是个蒙古朋友 蒙古朋友 这人本事可够大的 现在街上查得这么严 而且老大生日还带着枪 此人在哈密可是手眼通天 然后是谁呢 我的革命党同志 咋 你醒了 你刚才说谁送你回来的 你的同志 对 他刚刚从南方过来 专门来找我接头的 老大 这样的话你吹了几次了 你现在是谁没忘吧 什么你的革命党同志 快说 谁送你回来的 查看 我仨事情都得让你知道是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同志 我的革命党同志 是 洪台 这个枪没藏 给我 你不知道现在满城戒严啊 身上戴着枪危险知道吗 那你们的枪呢 都藏在草药袋子里了 都藏起来了 你们想过没有 晚上有人在店里打了一枪 这种事情 肯定得有人报告对吧 没错啊 当警察来搜店的时候 找不到开枪的人 也找不到那把枪 警察会罢求 他们万一彻查老爹 你们草药袋子里藏的枪 弄不好都被搜出来了 懂吗 那应该藏在哪儿啊 洪台 老大说得有道理 就把枪都取回来 赶紧回去睡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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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